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声音的艺术 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想美声 意大利美声唱法 它也是练一种声音 这个一代一代好几代人 他在琢磨发出一种声音 其实我倒觉得这也很了不起 但是你知道它会变成一个 而且真能把人训练成自然 你知道你们播音系的 有的女学生 那天我听人说到电视剧组去见剧组 见剧组呢 导演就说 你能不能像平常人一样说话 他说我就是这样说话 其实他几年四年吧 你想每天早上六点 他就跟京剧一样这么练声 他的确会练到 对他来说就是自然的 他每天都练声吗 学生每天都练声吗 就是文涛兄们可能那个信息需要更新 90后的孩子现在根本起不来练声 他之所以好像播音系的孩子 看起来和别的不一样在语言上面 是因为我们在选人的时候 选的就是声音很好听的 以前啊 在我读书那个年代 选声音的标准更加严苛 比如说宽音大嗓特别亮 共鸣好 尤其是胸腔共鸣好 这才叫好嗓子 像我都不属于 我都属于小嗓 但是到了21世纪呢 后来发现有很多有特点的声音 干干净净的 甜美的 就风格化的声音 都是挺好听的呀 于是那个好声音的标准就扩充了 扩充了之后 呃 带来的一个副作用 就是现在播音系的孩子说话 越来越不像播音系了 人家说 哦 你是播音系的吗 怎么听不出来呀 哦 情况在发生 也在发生改变 另外你会看到台里的 包括中央台可能看起来是最标准的哈 其实也发生了很多 因为新联播 现在的几位播音员的播法和以前是有 很大的区别的 对 对 那你不应急的 这学生们他练嗓子吗 他要有专业的 要练 要练 这是我们大一的基础课 叫土字发声 对 但是你觉得他现在就要拍电影的导演呢 嗯 他就喜欢你说的话带点毛病 就是说 好像是个性 对 你塑造一个角色 人家说的就显得太自证腔圆了 嗓子太亮了呢 他会觉得会让人觉得有点不真实 嗯 自证腔圆 那个吧 其实他是一个基调 他这个基调 就是你声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质量 一个素质 但是你要真正的要做节目也好 那个做影视表演配音也好 你必须要带上那个角色的特点 那个角色的特点里头也许就有缺点 陈老师今天啊 带来一个话题 因为我问他想聊什么 其实呢 要照我呢 我还有这个有点顾忌 就是 因为我不知道人家斗维愿意不愿意 这个舆论去聊他 对吧 但是恰好柴老师呢 还想提提这个话题 我倒也有些话想说 就聊聊这个斗维啊 在这个地铁给人拍了照 由此惹起一通乱聊 对吧 哎 你的观点跟我们说说 那先看看照片 那先看看照片 我 我现在 哎呦 你看斗维当年 是吧 你再看 这是呃 斗维当年 呃 斗维的这种生活状态啊 呃 这是斗维的自画像 嗯 就最近 画得很好 最近这个挺有意思 你这个 你观察朋友圈啊 你就觉得一阵一阵的 最近这一阵呢 这个聊斗维 就发了一些斗维自己画的画 对 又出来了好多那个那个什么文章 你看了之后 你是高兴啊 还是不高兴啊 这样啊 假如那个斗维先生不高兴我们聊他的话 你把罪过都算在我身上 跟腔腔三人行无关 斗维先生不高兴 斗维先生很高兴 可以说 对对 你们老斗家 对对 对 嗯 我呢是这样的 当然我看到这个选题是因为当时这事刚出来 就这照片刚出来之后 我看到了有人评论 就说不体面啊 还把他和王妃又勾连在一起 特别是在勾连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一种对比 就是你看人王妃现在活的主流价值观里头 最成功又漂亮 有孩子有家又有钱 还保持的那个身材特别好 这仿佛就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但是看他前夫跟这个理想差的似乎太远了 当然我心里就特别不高 特别不高兴 我觉得人是不能这样去比的 我们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你审美也好 你的那个很多判断也好 应该是多元的 但是吧 就这两天 从星期日到今天 星期 就这段时间 我又很讨厌替斗维说话的人了 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的舆论 还没有那个 我党主流引导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这个网络 民间舆论当中 就经常会出现主流 要么就是特别偏左 要么就是特别偏右的 这种主流 那这两天就像您刚才说的 又开始都为辩护 又开始说 他哪潦倒啊 他很成功啊 那个 他哪中年loser啊 他很有才华 又能写歌词 又能做音乐 还能画画 而且画画还水粉 那个油画 铅笔画 对铅笔画 就说这么一个人 我就又有点把他神化了 就此前 po出那张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是 是有把他矮化 形象矮化啊 我只是说的 表面的形象矮化 但是这两天 这个舆论一反转 我就觉得大多数人 又把一个人神化了 那个 我倒是这样想 我就觉得 那从一个女性的角度看 这么一个 和我们年龄相仿的 那个大叔 实在是不属于 异性审美当中 那个 邓维成什么辈分 成你大叔了吗 不 我们是同龄人 但是我看到 你学生一年纪吗 不不 但是我的心态年轻 我是那个90后心态 我看到 这个中年大叔 是显得有点 不能叫不体面 叫做不修蝙蝠 我倒觉得 艺术家不修蝙蝠的为多 我们中国的大部分艺术家 都不修蝙蝠 不管是搞音乐的 搞绘画的 都是这个状态 现在有个别的人 比较注重这种仪表 包括在有比较大规模的外事活动中 艺术家本来就特立独行 他就喜欢这样 另外一个 就是艺术家 他在德意社会 完全确认之前 他都有极强的自卑心 每个艺术家都是一样的 就世界级的大师 在得不到社会确认 或者说终身都是自卑的 你比如像樊高这样的艺术家 他是被后世承认 活着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多人承认 我们只不过是 这次作为新闻点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 就是坐地铁 怎么就潦倒了 人发胖了 到中间发胖 怎么就潦倒 每一个人到中间 甭管男女都发胖 他生理现象 你想你70岁的时候 还跟婴儿一样的皮肤 可能吗 一个人愿意叙叙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留着胡子就怎么就不成了 就是我觉得这种 就是价值观的判断 我觉得是我们社会 最不恶劣的一个心态 我主要是觉得在这块 我不认为他有什么聊的 是我跟你说 柴老师 我能理解你 我现在就觉得 他就是说 咱们这个做媒体的 我就觉得这个人 你见到一个事 见到一个东西 你不要凭着第一感觉 信口开合 因为往往那会暴露你的无知 就像你说的 不管是夸斗维的 还是不夸斗维的 其实都没问题 问题在于 你了解的真相有多少 比方说 我了解的稍多一点 好比 比如说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今天在朋友圈 还看见有几个女的 爱发那个 我看了那 也就觉得这些女的 嘿真是 就是怎么着呢 他发这篇文章 就是说 才华都有了 把自己收拾干净点 就那么难吗 就说 根据这个地铁的照片 说人 斗维拉了塌塌 收拾干净点 可是因为我知道 我就说啊 我就说你们 你们简直不 斗维可能是比我们人群当中 我谦虚点说 一半以上的人都爱整洁 你知道他这个人爱整洁 是出了名的 他家里所有的磁带 这个CD 这个朋友到他家 要听哪首歌 他一找就出来 而且这个人有个爱好 他就是打扫卫生 你知道他朋友一块聊天 他话不多 一会儿就给大家换烟灰缸 一会儿就给大家换烟灰缸 然后呢 他这个倒水啊 总是就先给女的倒 他是一个 就是甚至你会觉得 他有些时候 有点过分讲究这个礼貌 就你看说 你好什么 问问你的名字 然后你这样弄到最后 大家都不好意思 把这个烟灰随便乱谈 你像在酒吧 这个他们演出啊 这个斗维经常就一毛病啊 他永远提前一个小时到 提前一个小时到 他干嘛 他蹲这个舞台 他拿着个托布 蹲舞台 有时候这个酒吧服务员 都看不过去 就像我们都不打扫 就打扫 所以一个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就是说他一个 这么爱干净的一个人 而且你紧就这张照片来说 看你把他当成谁 你看 他穿了一个牛仔裤 他穿了一个风衣 他抱着一个双肩包 很好的事 哪儿不干净了 所有的男人 他如果是一个工程师的话 他坐在地铁里这样 怎么 他就不干净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一开始的 这个报道中 拿他跟这个王妃去比 这是一个极端无聊的事情 所以我一开始 看到这新闻的时候 我就说 我怎么这么多无聊的人呢 就是 人家侵犯你什么了 你这么去恶毒的去说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社会 应该有一个很良好的心态 就人的这个一生中 起起伏伏是个很正常 起起伏伏 你认为他沉下去的时候 他认为可能是白头 这个摆脱了他那个困境 你不要认为他跟他在一起 比如我们不说窦维跟王妃 你不要认为张三和李四在一起 他就永远是幸福的 他可能摆脱的时候是他的幸福 他再穷困潦倒 再净身出户 他依然认为这是个幸福 那就够了 你别人去说三道四 就中国这种八卦心态啊 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点进步 不这种事实在不值得八卦 就不值得八卦心态啊 这个人的感觉 就不值得八卦心态啊 就不值得三卦心态啊 就不值得八卦心态啊 我没人的尝诺 你不要认为他在一起 你真是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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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很烦那个网上那些言论 但这两天呢 我又在用平和的心态去反省 我觉得我们这些浅薄的女性 总是希望能看到那些肌肉男 就包括世界杯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女性是在看那些很英俊 那个威猛的那些男运动员 至于球技阵法什么这些东西 好像很多人都不关心 所以我理解这种心态 而互联网它是用非常便捷的舆论工具 就是我从来没想到过我有那么多约束 我心里有这个 我就第一时间把它写上去了 当然那些大V除外 因为他们已经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些 一些一些那个引导性的舆论 就说普通人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于说你有这种心态 有这种想法都没有关系 就是说的时候厚道一点 就不要那么尖刻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把你你在心里头想的一些私事的 有关乎别人隐私的 特别是感情的东西 少谈 少在这个公众平台上去谈 但是大凡媒介素养比较低的普通老百姓 其实人家没有意识到 他在网络上发言的时候 这个平台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平台了 有的时候自己都没有想到 那个影响会那么大 就是我觉得好多人啊 哎 唏嘘 进入新时代 我学了一个词 就是唏嘘 每天马先生要忘了洗脸 出来 我就唏嘘 到这么下场 对 尤其他对这个就是 人的这个时间带来的变化 就任何人啊 你要十年不见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变化很大 我有一个 我碰到过一个 一个跟我二十多年没见的一个女同志 他见我第一面说 哎呀 马维杜啊 你怎么老成这样的 然后我心里说 你在马路上我都认不着你了 你都老成什么样了 还有个镜子 因为你自个天天看你 你不觉得 你知道 二十五年不见的一个女人 在我心目中是个二十多岁的人 到五十多岁 说真就不认 没法看了 我是因为老不停的曝光 还能让人家认的 他就说我们俩 见面一定他先认出我来 如果他不跟我打招呼 我绝对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他 但是他居然说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就每个人都老成这样了 你有朋友圈吗 有同学的朋友圈吗 就是我们那些大学的研究生的 那些朋友圈 就同班同学朋友圈 经常会互相恭维的一句话 就是说 呀二十多年了 你一点都没变 我心里暗暗冷笑 怎么可能 没有美图秀秀 谁不变 这真是就说是看脸的时代 这还真是颜值 你就知道 我就觉得看脸的时代 实际是什么意思 那就等于说不看脑子了 脑子不看脑子不如脸 对脑子不看脑子 如果颜值高的话 脑子还最好差一点 别太高 真的 你说我要什么说起来 是不是我不正常了呢 我跟你说柴老师 就是说 我觉得虽然我们都姓豆 是吧 但是 我怎么就会觉得 哎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虽然跟斗维也基本 也也也也 也基本算不认识 见过几面 哈 但是我怎么一见到他 我就觉得我丢人呢 你你你明白我的感觉吗 就是说 就是说哎 我现在就是为了挣钱 哪都去了 对吧 所以说 哎 就扫米大眼的 还有这个这个 你知道吗 强人恶心 内心尴尬 然后粉末登场 然后 其实那就不得讨你们高 高兴吗 就就颜值高兴吗 我也得穿这个 家当都定的 这裤子 你知道吗 窄的 你生活里 我不这么穿呢 它不舒服啊 然后这头发吹的 跟着飞行波音 妻子亲似的 对吧 好 招手头 对 你们不要来这个吗 我是为了过好日子 对吧 我是为了挣点钱 或者早点退休 这是为了摆脱这个 哎 但是恰恰是我这样的人 我就觉得就说 生 他们说什么生活的压力 和生命的尊严 哪一个重要 我义无反顾的是 选择了权者 但我选择了权者 我看见斗维这样的 你知道吗 我至少知道我害臊 就是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你 你唏嘘别人 我怎么这个感情是相反的呢 我怎么觉得他 我看见他 我老觉得我挺丢人的 对 他们 我对不理解 艺术家都相对都比较自由 活得比较 不太顾及别人对他 你不着装 就是穿着舒服了就完了 对不对 你现在说的是 就是我也明白 有时候我们 比如我们要上台 有时候要做一个节目 你肯定穿 那衣服 我只移到后台 我就给脱了 那太不舒服了 发眼 可能是为社会而生存 对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做传媒的 我们通常眼光都是摄像机的镜头 就是取景况 然后也很多人 他也生活在视窗当中 比如说您 包括马老师经常上电视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舞台感 这种舞台感虽然和戏剧舞台不太一样 但是它和日常生活绝对是不一样的 就仿佛你要从一个特定的视窗当中 去看那些经过精心打扮的人 你的前意识 就是你的前提 就是他要和我们生活当中的人不一样 而窦维恰恰是艺术家 尤其他又不是一般的画家 他是唱歌出身 做音乐出身的 那就是表演艺术家 那自然人们会套上这个视窗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你套上 我就说那并不一定是真相 你得知道事实真相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说我见着他的 我觉得我丢人呢 就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多少年前就知道 他挣钱 他只要开口唱歌 他就挣钱 他只要像你说的登台表演 他就挣钱 但是呢 而且他身上 你要照今天说 可供炒作的 点很多 点太多了 扎汽车 他要炒作个什么 你说他可以炒作的王飞 这个他可以成个红啊 名人啊 钱啊 王峰根本不是对手 没错 他上 有他 王峰就永远别上头条了 但是他没这样 他反而是什么的 他能 他能变 不能说人变态 他能到什么 演出啊 他要拿一板子隔着 你说他也真怪 他要拿一板子隔着 就是说 我让他们欣赏我的音乐 我不让他们看我的人 你只要是反复 就跟他说 你总得说句话 于是你就会听到一个场面 在板子那头 这个观众听见一声 大家好 我是窦维 然后接下来50分钟的纯音乐演奏 他就是不开口 他就是说 我坚持做我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音乐 就是甚至是 他没把自己当成 上舞台要去表演 而且我相信 他真上舞台的时候 恐怕跟他在地铁那坐着的时候 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吧 他应该是一种 我觉得可能 我们社会当中 还是有一些这样的人 就是他反谱归真实的超越 就像我们小时候 不太爱登台 不太被人关注 但是当我们成年进入社会之后 那种社会角色 就哪怕我们不上电视 不上荧幕 哪怕走在大街上 我们都很要面子 都要保持体姿行走的步态 一些自我约束比较强的人 会是这样 但是那是一个很尴尬的境界 有一些人呢 这辈子就停留在这个境界当中了 就仿佛永远活在别人的眼睛里头 但是有一些人 无论他是不是艺术家 是不是大师 是不是成功者 哪怕他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 恐怕他都已经升华到了一种 不活在别人眼睛当中 只活在自己的舒服当中 就是我只要舒服了 就好了 然后我符合社会的这个法律 工序良俗 我做个好人 我道德上没有什么太多的 那个缺陷 你管我穿什么衣服呢 我舒服就好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你你要说你玩天体 对吧 你有爱世荣 有爱观瞻 这是另一回事 还有生意 你帮我来说 而且我现在觉得 马先生你觉得 就是说 咱们那天还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咱们审美的这个眼界啊 应该扩宽 陈老师 你刚才讲的词特别好 就是说 咱们真是个统一历史太久的国家 所以大家都喜欢眼光统一 可是实际眼光统一的人呢 我觉得你吃亏 因为你胃口太窄 你胃口太窄 你比方说 对 我一方面我都不否定 这些小鲜肉们 现在把自己打扮成这样 它也有审美价值 对吧 你练六块腹肌 没什么不好 对吧 这是一种 可是如果你以为 这个人物的美 仅限于这一路美 您这胃口太窄 你比方说 我就想起来 这个台湾有个李敖 李敖就讲 他说 古代人有一句话 那叫做圣人不像 就是圣人 往往看上去 他不像 当然他可能说他自己 是吧 他说你看 我一穿上我这个夹克 他说好几次 不认识我的人 就把我当成 我们楼的大厦管理员 他说我这个人 我要不是李敖 走在街上 我就像个大厦管理员 同样你像北大的 那个季献林 好几次真的被当成 学校里的保安 他就穿这个中山装 但是他没有脏乎乎的 没有臭气熏人 他干干净净 那么你觉得这个 他不是一种 不是一种和得体的衣着吗 我就不明白 或者说这个人 这个人就值得你去唏嘘 觉得他沦落吗 这个有点太奇怪了 我同意 我特别同意 我觉得是越知识越少 见识越少的人 越会关注到的是形式 你看包括我们专业上也是 你看小孩 在搞播音 搞语言的时候 他走的都是 那个吓唬人的那个劲 上来都是 啊 然后就是都是那股发 但是你 你做到四五十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变化的幅度 是会很小的了 就是他越来越不吓唬人 但是里面的那种丰富性 里面的那种锐度和力度 是是非常能够击中人心的 我想艺术也是这样吧 同时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 可能也是这样 就刚才您说到的那一点 我也有感触 就是我还好歹是 是在这个高教这个领域当中 接触知识分子比较多 有一些在媒体 或者是在杂志学术期刊上面 看到一些大牛 写文章 那才华横溢 思想深刻 都是让我们觉得很 仰视的那种 如果某个饭局一见面说 哦 真的很普通 真的 就是第一面打眼介绍的时候 说真的很普通 但是别说话 别交谈 你从我们搞语 讲嘴就完 对 从我们搞语言的角度上来说 也会挑出他语言的很多毛病 但问题是 你拨开所有这些形式的 表达的东西 看他的内核的时候 你会发现 都不是一般人 所以这也有一种人物的这种审美啊 这个很有意思 我就所以 而且我觉得啊 这个可能音乐口味 大家各有各的口味 说实话 我觉得斗维啊 我现在老听他的音乐 挺好的 你真的 当然这个不能勉强别人 但是恰恰我听的不是他黑豹时期的 也就是他后来做的这个音乐啊 就做了很多音乐 我刚才啊 刚才我看那个放片的时候 看到他那个自画像 我因为在这 在这之前我没有看到过这个自画像啊 我当时感受还是比较强烈的 就是说 你首先知道 斗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所谓横溢得横着字出去 说你这数字就是你这音乐这一个 横着字出去 就说他 他还非常自我的一个人 就是他生活状态 你可以看出来 他黑不坐地铁 对不对 你以为他就坐在卡迪拉克上就成功了 这个家常的车 那就是个很土的事 你知道吗 我所有看到在那个长车上下来的人 我都觉得是个世界上最土的一件事 对吧 我见过很多土鳖 就土豪 把我叫过去以后 跟我介绍 就说你看我这车 什么什么车 什么什么防弹车 我说防弹车 我说咱俩不都站在外头呢 防弹有啥用啊 他说您得多恐惧才去坐这防弹车 是吧 就人生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希望自己的状态是不一样 我觉得他达到他自由的状态已经很好了 所以你看 就算你的地铁让你拍 逗维这照片这么多人聊 我觉得其实逗维这照片就是个镜子 它照出了每个人自己 照出了我们这个社会 对 你怎么看人 你认为什么叫成功 什么叫起起伏伏 就把你自己全看得清清楚楚 是不是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我现在特反对一些 那个在微信圈上面说到的 某些民国美女 一辈子没脱过高跟鞋 我认为您能够认为您能够认为您能够认为您的